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N是介於100跟500之間的自然數 那如果這個自然數的平方 除以7的話 於2 那麼這種自然數有幾個 好 那N平方除以7於2的話 所以我N平方 那個呢 N平方可以寫成多少 寫成7K加2 7K加2 除以7以後 這個整除了嗎 於2 那這種N會有幾個 那我現在 把一個自然數 我給它分類 這個自然數我分成幾類呢 分成是7K A 就是說 現在 我就想得 這個自然數具有什麼樣的性質 具有這樣的性質 就是N平方 加-2 N平方-2 除以7 是一個整數 也就是N平方-2 能夠倍7整數 好 那我現在 我把這個自然數N 給它分類 分成呢 7K 跟什麼呢 7K 加1 一直到呢 7K 加6 為什麼我要分成呢 這7類呢 因為當我給它平方以後的話 展開來以後 只有一項呢 不能被7整除 那你一個數的話 把它分成這7類的話 已經包括所有的自然數了 那7類的話呢 你把它展開以後的話 就是有一類 這一類一定能夠完全被7整除 那這一類的話 它被7整除的話 跟呢 後面那一項的平方被7整除 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能夠決定說 哪一類 這個 就是哪一類的話 它的平方以後 減掉2 可以被7整除 好 那我現在來看 我們看第一類 第一類的話呢 是7K平方 你減2的話 能不能被7整除 不行啊 因為這個已經被7整除了 那7K加1 這一類 平方 我減2的話 能不能被7整除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把它展開的話 前面兩下 就7K平方 那再加2乘以7K 這個已經被7整除了 這加1 那就看後面這兩下 1-2 能不能被7整除 不行 所以就不行 好 那一樣呢 7K加2 平方 能不能被7整除 就看後面這一項的平方 就減2了 後面這一項的話 這個 跟什麼同語呢 就4-2是2 就這一項呢 除以7 除以7 不能被7整除 不行 那你7K加3 平方 減2 能不能被7整除 可以啊 9 馬上要得9 9-2是7 可以被7整除 這可以 這可以 可以 那7K加5 平方 減2 那7K加4 25 25-2 是23 不能被7整除 不行 剩下一項是7K加6 平方 減2 36 減2 減2 是34 這也不能被7整除 所以只有這兩類能夠被7整除 這兩類的N 一個是7K加3 一個是7K加4 那這一類 7K加3的這一類 總共有幾個呢 你就7K加3 小於等於500 大於等於100 減3除以7 那這一類的話 總共有幾個數 就K小於等於高3 500 減3 除以7 大於等於高3 7分之100 減3 這個等於高3 這是 500 減3 等於 除以2 還除以7 等於 7 等於 這有多少 這個是 100 減3 等於 97 除以7 等於 13.8多 這13.8多 1.8多 所以K 他是小於等於71 大於等於14 那這個有幾個,這一類的N有幾個 這一類的N的話有幾個 我們叫做第一類 這個是N1好了 第一類 能夠滿足這個條件的第一類 這是71減掉13 減14加1,就減13 不是8個,這一類我是8個 第二類的話是7K加4這一類 這一類的話,我就7K加4 小一等於500 大一等於100 那這樣子的話 K 它就小一等於3 7分之500 減4 大一等於7分之100 減4 那500 減4 等於 再除以7 等於 70.85 70.85 那這個呢 100減4 等於96 除以7 等於 13.7 這13.7 所以 K小一等於70 大一等於14 所以 這一類的話 有幾個 N2有幾個 就70減13 70減13 等於57 所以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5 115個 就是滿足這個條件 而且N在這裡面的話 總共有115個 一等於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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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